MV又怪怪的啦 耶 大家晚上好 周一的影片就已經告訴你們了 玻璃掃把製造業會漲 有沒有 人家跟上的同學 現在都吃香喝辣了 剩下你們這些不聽老師的話 老師在講沒有在聽跟不上 然後再來問老師 老師現在上車還來得及嗎 這不是來不來得及的問題嗎 對不對 老師本來預設沒有要讓你們賺這麼少 是不是 不要再問老師現在上車來不來得及了 好不好 這一切都不是老師的本意啊 好不好 那第一波聽話的同學 有跟上的同學 好不好 人家現在已經在看新車 準備要換大房子了 沒有那真的 那個也是網友貼給我的啦 隔天有沒有 我們特斯拉的隔天 然後網友就貼給我說 台坡漲價 我說哇 怎麼那麼準 IS250跟Q50兩台車的差別 以及日後的維修保養等等 麻煩你了 感謝 這一看起來就一定知道 IS250是比較主流的 那其實這個我覺得蠻主觀的 因為Infinity一直在台灣 它的保值性不是這麼理想 相較於Lacers看起來 那不代表它不是好東西 像我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Infinity的車 因為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個地方 就是說 一台車子 它有一個完美的價差 才有CP值 一台二手車來講的話 二手車如果說它非常的棒 非常的完美 但是它賣很貴 沒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這個 我們又要開個玩笑 誤化一下 好不好 對不對你今天你出去 你要花錢找一個妹妹 對不對你花5萬 花8萬 有它應該有的水準 合理嘛 皮膚白皙 對不對 該有的前凸後翹 這個服務什麼都很好 Perfect 但是今天我覺得 一般會為人津津樂道的是 他今天出去花了3000 花了5000 卻有3萬等級的感覺 享受到3萬等級的服務 有沒有可能有這個東西 怎樣才會為人津津樂道 他出去才會跟朋友分享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花5千 那怎樣 先怎樣 對不對 再來 轉過來 轉過來 你才會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對不對 那你今天你花了8萬塊 就是8萬塊的東西 很棒 你會跟你朋友分享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上次花8萬 胸部怎樣 怎樣怎樣 人家覺得你是搬 你花8萬 你每個搬 有沒有 人家會覺得合理嘛 所以我覺得兩個東西是這樣 當然最前提的主觀的 這個外觀內裝兩台車的差異性 你自己判斷 當然大家都知道Lacos很保值 大家都知道Lacos妥善綠核很不錯 大家都知道Infinity是屬於比較弱勢的 兩台車比起來的話 那問題來了 你要去看它的價格 對不對 你如果能夠花相對比較合宜的價格 享受到賓士等級的這個引擎 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那個是不是感覺起來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出去 你才會跟你的朋友講 我跟你講 你買這個IS250 你花多少 幾年花多少 你有到搬了 我這台我來講 不用圓圓的 回來更好賽 來總共有質感 賽起來感覺隔音也很好 你才會去跟你朋友分享 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我覺得你可以 持續思考一下 往CP值的角度去想 如果是我當然會選CP值高的車 我覺得CP值高的 其實這個東西也是這樣 我覺得CP值高 不一定你覺得CP值高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參考一下 兩台車在年份上 跟價錢上的差異性 你應該就會 就會知道我講的意思是什麼 預算150 有沒有推薦的休旅車選擇 太貴了吧 我怎麼知道 我不會平價車的 你問我150 150對我來說很貴 這個高級車的部分 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給你建議 因為我坦白說 我比較沒有花那麼多的時間 去研究這個比較高價位的房車的資訊 因為你想想看 你150萬的休旅車 我在想你新車也至少要抓到300萬去 基本上300萬的休旅車 我不會去研究 因為我平常會遇到的機率其實蠻低的 這就比較不好意思 你看又一個這麼看得起我 又問我718 Buster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開始買Posh裡面也知道 我都從便宜的開始買 對不對 我記得第一堂是從凱燕開始買的 然後緊接著又買了兩三台凱燕 買過一次Mercane 買過一次Buster舊款的 我買過幾台保時捷你們都知道好不好 等我多買一些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保時捷的經驗體驗也大概就這樣而已 不過目前我賣掉的Mercane跟凱燕 我覺得車主的反饋都還不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自己開了一陣子那台白色的凱燕 也沒有聽後面的車主有在抱怨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保時捷組裝好像還不錯 對還有一台Paname 對對對有人提醒我 我忘記我有Paname 不好意思 有啦還有一台Paname 請問小師哥如果去購買新車的時候 業務說訂單上面的價格 欄不能寫成交價 而且發票的價格會比成交價還低 請問是什麼原因 這個線上的觀眾朋友回答你好了 這個我不方便說好不好 真的不方便說 不是新車有這個問題 很多二手車也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可以講嗎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合法的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一件事情 我沒有要攻擊別人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很納悶 我不是常常有時候會去逛拍賣場買買車 然後看看東西 然後他們那個車子的那個說明的欄位 然後都會有寫一條說 這個車如果有成交 他會寫開不足而發票 我不懂因為我這個人 我對數字很沒有觀念 其實我對於稅務那個我真的都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我其實都丟給會計 丟給會計師去做那些帳 那我就覺得說 我都跟我們的會計師說 會計師說 我們就是應該能報的就報 然後應該繳的我們就繳 這個線上有沒有 有沒有會計相關的觀眾朋友可以跟我分享 對啊其實這個剛剛葉茂問的也是我的一個疑問 我大概知道會有少開的狀況 但是我不知道是用什麼樣的明目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被大啦啦很直接的這樣講出來說 我就是會比較少 我明天去問會計師 我明天去問會計師 至於說是不是正常 我覺得應該是正常的啦 剛剛葉茂這樣問我覺得是正常的 因為我知道 這樣子的狀況其實好像蠻常聽說的啦 那我最近喔 對啦我今天準備的題目時間 我最後再講一下 哇時間怎麼過那麼快 被那個稅金搞一個頭昏昏的 法拍車喔 法拍車這樣沒什麼好聊 現在法拍車很少了啦 有一些人會很熱衷在法拍車 我們所謂的法拍車就是那種 例如說他被法院查封的啊 被銀行拖走的啊 那個叫法拍車齁 那我其實我還要順便 剛好這個有連接講到法拍車 這個跟剛剛的話題有連接喔 為什麼我不喜歡去買法拍車 或是拍法拍車 第一個是法拍車他通常會有很多的罰單 會有什麼欠稅 還有一些什麼禁止異動 他那個很多東西 所以你要去買一台法拍車的時候 你都要去研究他欠多少的稅金 他這邊欠多少 監理站欠多少 那稅金有哪一些是會罰的 罰單有哪一些已經Double的 然後還有沒有其他的債權人 你就是你都要把這些東西完全的去了解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很多 法拍車或銀行拖替車沒有鑰匙 那好像欠了欠了 因為他們一定沒有資料沒有鑰匙啊 你吃個牛肉麵他看到車欠錢他把你拖走嘛 或者是這個詐騙集團被抄了然後被拖走嘛 所以你要買法拍車你要面對的東西很多 而且我跟你講有一些罰單是這樣喔 你可以上監理站查 你今天你要拍之前你上監理站查說他今天欠的多少罰單 好等到你過一個禮拜你再去拍的時候 這一個禮拜中間又跳出多少罰單 你不知道喔 不是旋利車喔 我在講的是法拍車 對喔有人講什麼債權順位有的不的 不管啦 反正我覺得法拍車這東西 剛好有跟我們剛剛在提的那些稅務東西是有關聯的 就是我要買一個東西要去算那些東西好累喔 我要去理解那些東西 然後要理解說你還有一個風險的地方在於 他可能都沒有鑰匙 所以你沒有發動 你沒有辦法看到 理解到他隱形的狀況變速箱的狀況 你什麼都不曉得 對不對 有的沒有的問題一大堆 那我這個人就是討厭複雜 我喜歡簡單一點 我錢給你遮給我 不要有其他問題 我的人 我的個性是這樣 我覺得事情就越簡單越好 對剛剛有人講罰單那些都不包含的 他一定不會包含在裡面的 剛剛有人講 委託拍賣場的一些法拍車有沒有 其他後面會幫你寫出大約的違規 大約欠了什麼稅 但是他不是跟你講說 就一定是這樣 你還是得自己再去查過理解過 好所以剛剛那個稅務的意思說 怎麼想都覺得開不足就逃漏稅 那OK嘛 可是他可以被搭啦啦的寫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屌的 為什麼可以寫出來 沒有你說私底下講 我覺得那就算了 那他為什麼可以被寫在一個網站上面說 你如果買這台車 發票就是不足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 我覺得很奇怪 算了啦 那個不干我們事情 好不好 人家這個 也許 對公司比較大之類的 我不曉得 有專門打鑰匙會保拍賣場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有打鑰匙的 問題是 你在看的時候就要先打了嗎 不可能吧 一台車35萬包含驗車稅金賣給你 但空車價是30他可以開30給你 懂 貸款未減輕的車要怎麼買 較安全 你如果說是跟個人買 他貸款還沒有結清 其實我坦白說雙方都不是安全的 因為你不可能沒事去幫他清貸款 你如果還沒有拿到車拿到資料 你怎麼幫他清貸款 你要清掉貸款你才有車級資料回來 然後第二個 對方也不可能給你車 因為你還沒幫他清貸款 他車怎麼可能給你 我們車商存在的必要性就在這裡 因為你必須要有個第三方 去當你們的一個仲介 對不對 要不然那你先給我錢 他說不要你先給我車 不要你錢先給我 不要你車先給我 那你們的厚水先噴 就要厚水一直噴就好了 對不對 沒有人願意踏出第一步 當然所以其實很多 很多人都知道自售是比較好價錢的 但是自售你要承擔的就是 時間 大家約看車 你就要一直去給人家看車 有沒有出巴拉叫 有沒有要回家問天問地 問老婆 問公媽 拔杯 你不知道 你媽身心俱疲 我跟你講我真的遇過很多 真的 他們都說要自己賣賣看 真的給他們賣賣賣賣賣 賣個一個月 不要說一個月 兩個禮拜就煩了 兩個禮拜就回來說 小失我看我還是賣你比較快 這一定這個蠻常發生的 我坦白話講 因為真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那麼多時間 這麼多精神去做這件事情 那再來第二個 在交易 不管有沒有貸款 在交易上面都很麻煩 通常都是一起先去過戶 確認產權無誤之後 一手交錢 一手交車 一手交資料 大家都在監禮戰就沒問題了 大家跑不掉 監禮戰有監視器之類的 對不對 再來他付錢要付現金 付現金真鈔假鈔 還是一起約在銀行 合約簽好一起把錢存進去 就是要花你一些時間 辦手續等等 再來一個 有貸款的車怎麼辦 有貸款的車 他要三到五個工作天 你先把貸款清掉 然後等到銀行把抵押的車級資料寄回來之後 他才可以過戶賣給你 好問題來了 車主就要賣車他會不會沒錢 他就是沒錢才要賣車 他怎麼有錢去清貸款 不然你要買你先幫我清 我先幫你清 清完你跑了怎麼辦 我不是說這個錢一定要給車商賺 而是說 我覺得我在鼓勵 在跟大家宣導的一點就是說 現在資訊那麼透明 你可以不給車商賺 但是你多出來那些錢 就是用來 你多賺那些錢 也是你自己的公本費 因為你花這些時間去給人家看車 你花那麼多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 你可能還去跟人家借錢來清貸款 有可能 那我覺得很公平啊 所以你賣了好價的一點 好價三萬 還是好價五萬 無所謂 你自己承擔這個所有的風險跟時間 還是你丟給車商 好可能比你自己賣的少三萬 好啦你去弄 你就回家 吃分担主崩 就有人幫你放好了 其實我覺得這很OK啊 不是嗎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我就拚命 我就是要賺這樣 你要給我賺你等我 你很輕鬆的 你不要給我賺 你就給他去賺 沒關係 很簡單啊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自己帶一個月可以省三萬 問題是 我就沒想要帶我最班啊 我只要花三萬 有時間的人來 來幫我帶小孩 來幫我帶小孩 不是這樣很合理啊 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總代理等於全新車 外匯車等於國外中股車是這樣嗎 總代理不是啦 總代理不一定是全新車啦 總代理也有二手的 總代理是指說 比如說我們假設BMW 或是這個中華賓士 台灣賓士 他就是由台灣賓士 經手代理商引進來賣出來的 就叫做總代理的車子 那所謂的外匯車就是在國外引進 不經過代理商之手 他有可能是新的 也有可能是國外的中股車 但是我們統稱他沒有經過代理商的手 就叫做外匯車 這就很像我們去買相機 Sony的相機 我們現在買一些相機也好 GoPro也好 他會不會總代理 比如說什麼橫隆行 那就是有代理商的 有報告的 然後也有一些說水貨 平行輸入有沒有 他都這樣寫 會便宜個幾千塊這樣 那個就是不經由代理商個人 私人引進 比如說我去國外買了一台 Sony的相機回來賣給你 我這就水貨 他不出自 不經由總代理之手 他沒賺錢 有可能是中股 有可能是新的 不一定 這個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講 反正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找有口碑的 就是這樣而已 真的 你連去吃個餐廳 吃個麵線 你都要找有口碑的 吃個壽司 你都要找有口碑的 現在什麼都流行 要找有口碑 不然那些 辛辛苦苦經營 累積口碑的那些店家 要幹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代表也是一樣 有沒有會灌灘的 有嘛 你去酒店的灌灘也會啊 你去酒店的灌灘也會啊 你知道的意思嗎 總之要買車來小吃雞的買就對了 不用 真的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跟大家講 其實 每一個行業 大家都有很努力在累積口碑的人 信譽的人 所以這個 大家都要做做功課啦 真的有人說 叫小姐也是要口碑啊 對不對 你跟我說是台灣的 叫來都阿朗的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 對不對 口碑就好銷 口碑就不好啊 兩天你就不會出門啊 不是一樣嗎 說各行各業都一樣啊 那正因為資訊透明 網站多 管道多 所以這個名聲要破壞也很快 雖然累積一定是慢 但是至少 至少別人看得到你的努力 你的辛苦 你的累積 對不對 那我覺得 這樣才鼓勵更多的行業 更多的車行 往好的方向走 我昨天喔 三更半夜 三四點無聊 我還在重聽一次 我去ANA的那個 也不是演講 就是分享 然後我自己聽聽聽 喔我聽到有沒有睡 哈哈哈哈 我有覺得我那時候怎麼會講這些媽的屁話 哈哈哈哈 我怎麼會講出這些屁話 好爛喔 1617Polo是不是很難找 因為我覺得賣的沒有很好啊 所以不好找 我覺得數量不多欸 我不知道 我遇到的不多啦 我不知道市場上是怎麼樣 我有時候都很想知道 哪一些車的試占率有多少 因為像 我記得那個像七哥有沒有 七哥他們不是每個月都會有說這個月 什麼車賣了幾台 有沒有一個那種網站有沒有 就是台灣比如說 March March 當時賣了幾台 總共賣了幾台 台灣總共有幾台March 台灣總共有幾台 這個146 318之類的 都沒有這種總計喔 我很想要知道 那個車子的數量 試占率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的車子試占率 有時候會覺得蠻好奇的 我覺得這些數據如果有的話 應該可以統計 而且可以說明一些東西 就什麼車它延續性比較強 什麼車很快的試占率 就在某一年就大量銳減被報廢掉之類的 就代表那個車媽的壽命只有那麼長而已 有沒有 大概就知道哪些品牌哪些車可能 哪些品牌好照顧 哪些品牌好開 人家開很久都不會賣 哪些品牌一下就不見了 七哥你有資料 真的假的我去算嗎 他算死喔 你有幾年的資料啊 七哥我以為七哥不在了 我以為他去休息了 原來他還在聽 我這些廢話 車輛工業同業工會 七哥很認真啊 他出名了 活字典不叫假的 我有什麼問題我都問他 17年的artist 原廠修36萬 我告訴你 如果以artist來講 原廠修36萬的話 外面再修應該大概十幾萬 所以這個的撞擊程度 大概是這個 哇 車頭不見的那種感覺 還是會有價錢 因為你是17年的 來我跟大家分享 喔 視頻這個問題喔 剛好這個為我們 今天的直播 看小師長姿勢 最後一趴 讓大家長一下姿勢 不要忘記匪薄 17年artist 11.5代 我跟你講不管泡水 不管怎麼撞到再怎麼爛 只要你的車級還在 絕對不會沒駕 重點是你已經修好了 所以一定會有價格 只是不可能是正常的價格 假設17年artist沒撞過 假設是剩下45萬好了 假設啦 你可能你撞到修36萬 隨便來個我猜啦 來個二十幾萬都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車 他如果還能開 他有車級他可以貸款 他可以全額貸 他可以超貸 可以找錢 假設他這個銀行見價還有40萬對不對 條件好的話 超貸120% 還可以再超貸8萬 這台車可以貸到將近差不多50萬 對不對 那如果車商跟你收20萬25萬 去賣客人貸款貸到50萬 那他賺多少錢 賺25萬 當然他如果不要那麼狠 要讓客人找錢 他賣客人40萬就好了 那客人還可以 買了一台artist 又找10萬的現金 因為他貸50 車商只賣他40 車商賺15萬 客人貸了50萬 拿10萬現金又帶了一台車走 還能開 所以再怎麼樣 你這個17年的artist 只要在銀行的見價 權威天書上面數字還能貸得到款 貸得到漂亮的數字 你的車一定都會有殘值 不可能沒價 你們看到很多說 可以超貸 可以找錢 就是類似這樣子 你購入的價錢跟市價 有一個差異 那他當中一定有原因 不管是像你這樣大撞過的原因 泡過水的原因 里程數很高的原因 他很冷門的原因 各式各樣的原因 但主要就是要有價差 這情況是只對17年artist 還是說其他情況 別的車也可以 別的車也可以啊 你年份夠新 產值夠高 不管你怎麼撞 撞到怎麼爛 你車子已經稀巴爛 只剩下 你只剩下車級資料了 都還能賣 但我坦白說 如果你車子已經撞得稀巴爛 你只有車級資料 通常跟你買的人 很有可能 有幾個 一個就是他車也不休了 他去找人頭來做貸款 他就只要錢而已 然後那個人頭 就是打算不繳錢 因為你車稀巴爛 那車不能開 要買這車幹嘛 那第二個他有可能 被用來戒死黃昏 這就是犯法的 其實用人頭 大概是犯法的 第二個有可能 就被他戒死黃昏 他可能需要他車身號碼 他的引擎號碼 他可能就乾一台車來 把號碼牌弄一弄 還有一台車就活過來 之類的 反正不會是多正常的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今天 如果你是車主 你一台車撞到稀巴爛了 你可能想要報費 報費可能只有一萬塊兩萬塊 當有人來跟你說 我十萬跟你收 你明明知道他回去 可能會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 但是你為了你自己的荷包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大家買二手車 都很怕買到泡水車 問題來了 那一些車子已經泡水的那些人 你在新聞上看到 他車子泡水被拖上來那些人 有人在現場說 來 你這台泡水我五萬給你收 現金比出來 你的車已經泡水的車主 你已經一台五十萬的車 被淹到剩一萬兩萬了 你欲哭無淚了 你明明知道 他五萬跟你收回去 他是要幹嘛 修好再賣給人家 你還是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對你伸出元首 而且這支元首上面 拿著白花花的鈔票 你還是賣的 所以其實這東西很好笑 對不對 每個人說 賣泡水車無良 這個借事還魂 這個犯罪集團 我們偷車 但是當你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些消費者何嘗不是成為帮凶之一 所以很多的保險公司 當你車撞壞了 他叫你不要修 他會強制你說 這個車一定要報廢 就是要杜絕這樣的事發生 我不知道線上有沒有人周遭有遇過 或是自己親身有遇過 當你車撞到這個 他要全賠的時候 你已經全廢了 全損了 他要賠你了 他會強制你說你這台車要報廢掉 為什麼 因為這台車如果萬一你又把它轉手賣出去 有可能過沒多久 同款車就不見一台了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這資料 又去他們銀行又借了錢 用人頭又去借了錢 有沒有可能有 所以當他全賠 他都強制你說 那你一定要把這台車報廢掉 很多人也會去講 雖然人家說這檢討被害人 可是常常也會有人講 被詐騙集團騙的人 可能有部分真的是不懂 但是有絕大部分也是因為貪心 貪小便宜 還是有這樣的一個理由存在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是因果關係 都是這樣 格勒子怎麼選擇 越貴越好 格勒子這也很輕的 這我沒辦法 通常他們是講說你要選擇 第一個選擇大廠牌 第二個選擇你要的透光率 跟防曬的指數 大概就是這樣 格勒子可能網路要做一些功課 這就跟輪胎一樣 我相信我之前也講過 其實很多的消費者 他們可能在對於什麼音響的選擇 這個行車記錄器的選擇 輪胎的選擇 格勒子的選擇 可能都比我還要內行 我對於這個東西 我就是選擇什麼 我不管行車記錄器 格勒子輪胎 我就選擇 第一個 他一定是大廠牌的 我講得出來你聽得進去聽得懂的 第二個就是最多人用的 最普遍的 反正一定不會錯 對不對 你看到前面大家在排隊 你跟著排隊一定不會錯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常講了 你對車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興趣 沒有什麼熱情 你看路上什麼車多 你看得順眼就買那台車就對了 你不用懂車 你去路上 你找一個車流量大的路口 你站在那邊 站一個下午 還是下班時間 你站兩個小時就好了 然後那台你看最順眼 數量最多 你就買那台就對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大概這樣 我覺得這 你都不用懂車 格勒子貼十萬 我以為想要浪費錢啊 不需要啦 我真的覺得 格勒子 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小圍巾喔 來來來來 今天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齁 今天在這個 小貓的加持之下 他 打不順眼 快看好 好 一個個個個個個 好 好 喜歡的大家衣好不好 喜歡的大家衣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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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J組閒萬億 我沒有賣喔 我是說出來的 好嗎 我們沒有要親橫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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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發財貓 下禮拜見啊 Goodbye 大家晚安